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空文台 今天我们聊一下一个比较宏大的秘题 被病毒重制后的世界格局 中美共管 东西峰制 对中国与美国在世界格局竞赛的时间轴上 中国何时会取得与美国同样的地位 共管世界 相信好多人跟我一样 都有一个心理预期 就是这一切终会来临 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比重 它得逐步的提高 同时美国的创新能力 它得下降 所以就造成美国在全球话语权上 这个凤额是被削热的 但是包括我个人最累 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 是在病毒撕裂全球 全面而系统的改变世界格局 甚至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 彻底改变我们人人之间相处 交流方式这个大背景下 中美实现共管世界这么一个结局 这个是让人没有想到 更谈不上有预设 但是它已经生成了 我个人的判断是 今天此时此刻 中美已经实现了共管世界 在苏联节起 两极世界 不复重则的情况下 全世界经历了20年的 复盘 重整 动荡 最终20年之后的今天 2021年 全球 又引起了两极世界这么一个格局 有的朋友听到这 可能感觉空龙有点扩大 夸大 中国 有这个能力 和美国 共管世界吗 那我下面我就从 这么几个方面 给大家来剖析 我个人的结论 第一 之所以说 中美实现全球共管 基于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中美政府 这两国的政府 在性质上实现了河流 性质一样了 贝登政府 2020年大选作弊之后 那么这个政府的合法性 不再来源于选民的授予 而是来源于金融资本 然后呢 资深政客的控制 劫持了选民的选举权 才赋予了贝登政府的执政权 而中国政府 它是建立在 它所秉持的 最主要的原则 就是枪杆在那边 出政权这个原则 同样不是来源于 民众的选举授予 这的话 中美两国政府 在性质上归于河流 实现河流之后 他们两个的利益 就完全一致了 所以中美两国 具备了同等性质下 共管世界的一个 政权法理基础 他们是一家族 虽然说 今天大家看到的 中美之间有竞争 有摩擦 但在终极目标上 这两个政府 这两个国家的政府 归于河流 至于好多朋友 不理解说 美国的政府 为什么和中国政府 在性质上合流了 这就涉及到 非常复杂的 美国代理制的蜕变 美国民主社会的 被污染 被改造 到今天完全变质 这是一个非常 中美的命题 我个人目前也在思考 我会在选择一个 比较相当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交流 就美国 社会 是现代 民权社会的典范 我们知道 人类社会经历了 神权 王权 到民权 今天的民权社会 在2020年大选 舞弊之后 民权社会 便这 不复从在 拜登政府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他根本不需要 对选民负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一系列事件上 比如说边境 物价 移民问题上 根本 致美国民众的 合法利益不顾 一顾行的执行 他背后财团的一员 就是因为 他不需要向 美国的选民负责 只需要支持他的财团 DS势力 进行负责 所以说 中美共管 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中美政府 在性质上的合力 第二个 是中国 对全球影响力的 不可否认的提高 那我据两点 据两点来答应 第一 他是对全球 全球性的机构 和组织的控制 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这才最重要的 全球的意识机构 基本上目前 中国的话语权 控制力 远远高于美国 逼得美国 美国被迫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 从世界卫生组织退出 之所以退出 是因为他没有 力量改变局面 只能选择退出 大家可以回忆去年 川普政府 最终宣布 单方面退出 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意味着 标志着 美国对这一个组织 已经撤去 失去影响力和控制 在这个局面下 川普他 还是不愿意 当越南大头 继续供钱 所以他才选择退出 但是 这个机构 我个人认为 依然是目前 全世界最主要的 卫生健康的 一个意识机构 他甚至有一定的 执法权 他有资金的 丰佩权 还是有一定的 实际影响力的 如此重要的机构 有很多 但是我们说 在目前 当前的世界 各个最主要的 国际组织 这个内部的用作上 中国 已经具有 无可避拟的 影响力 话语权 第二个 是中国 在 东亚 兰亚地区的 影响力 已经完全可以 取代美国了 美国在 东亚 兰亚的支点 就是在 韩国的驻军 和台湾的 特殊关系 以及和新加坡的 半盟友关系 这个是侧重于 对军事和政治方面 但在经济上 中国的影响力 完全将美国 已经排除之外了 你去过 东亚 兰亚的 去过兰亚旅游的 朋友都已经知道 人民币的 这个地区 是硬通货 在流通的广度 和深度上 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元 所以 我 以这两点 第一 中国在 国际 这个机构上的 控制权 和在 东亚 兰亚地区的 影响力 来弄正 中国已经在 全球的 这个地缘 政治 摆途上 他已经占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是他和美国 要实现 中美 共管全球的 一个 事实基础 实力基础 这个好多人 不愿意 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我个人 一直有这么一个 观点和 想法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 已经提到 好多人到现在 也没有赞同 这个观点 就是中国 我个人 直到今天 一直认为 中国在2016年左右 就是在中国的 最后一种 房地产 突飞猛进的 这个关头 房地产的突飞猛进 带动了中国的 整个全流域的投资 这一波热潮之后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 经济总量上 我个人认为 已经超越美国了 只不过因为有 发展中国家 这个身份的红利 所以中国现在 依然是 缩起头来 不愿意当老大 如果是有一天 发展中国家 这个身份的红利 就是这个优惠 不存在了 中国自然就是 世界竞争竞争 现在的这个 红利的运惑之下 中国现在还不愿意 承认自己是 世界经济老大 那就让美国 继续坐在这个位置 美国得面子 中国得理子 所以我之前 刚刚做这些论述了 就是证明 来支持我个人所判断的 中国已经在实力上 和美国具有了 共管全球的能力 和影响力 特别是在东亚 莱亚这一块地区 它已经取得了 战略的支点 比如说这个 在莱海地区的 潜海造机场 这次是建立军事据点 而美国 在拜登政府执政之后 他的战略上是收缩 是妥协 是孤立 是退让 这进一步怎么样 扩大了中国的空间 第二个 就是如何说 东西峰制 阿富汗撤军 我个人认为 阿富汗撤军 是一个 纪元政治突变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转折点 到阿富汗撤军之后 美国在中亚地区 就没有战略支点了 中国一直 特地忌讳的 背后 背后在中国的西北地区 有美国军事力量存在 这是中国的一个 非常心头大患 但是 经过二十年之后 美国已经无力 在这个地区 继续 支撑这个据点 所以现在撤军了 撤军之后 因为中国的 身背后 安全了 所以现在中国 大家可以看 在一系列问题上 和美国 进行了 面对面的 对抗 中国在好多问题上 已经 不是在 胡锦涛和江泽民 时期的退让 而是 争锋相对 冲突必争 但美国是 接着退让 这就造成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局面 就是美国的影响力 控制力 最后到侧中于 对欧洲 作为它最重要的后方 无论是价值观 传统理念 然后还有经济 等等 宗教信仰各方面 欧洲 是美国最重要的后援 不容中国去 插足和干涉 那么作为代价 作为回报 美国撤出中亚地区 给中国后备 以安全 中国那意味着 就实现了 它在亚洲地区的 领导地位的确立 这句话 在事实上就形成了 中美共管全球 实现南北封别 东西封别治理 西方 就是美国和欧洲 由美国 全面掌控 以全面的 市场化经济 为基础 美国的这个地区 具有它 独一无二的话语权 但是在东方 在东亚 莱亚 中亚这个地区 中国 以它自己所称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一个支点 在这个地区 它拥有 无可取代的影响力 这是我个人在 新冠病毒之后 美国 在这一个问题上 已经失去了 它的影响力 在新冠病毒 全球治理这个问题上 美国 已经展现出来的能力 和手段 我个人认为 是非常软热的 包括 昨天发布的新冠 这个溯源的报告 已经深刻的 对这个结论进行了注警 就是美国已经 在这个问题上 放弃了 它应该坚持的立场 和原则 等于默认了 目前 在被病毒重制之后 全球最值得两个国家 实力的 融换 这的话就给中国 空间的拓展 向前昧进了一大步 今天我就想利用 这个很短的时间 就阿斯汗撤军 新冠病毒 重制后的世界格局 台下我个人的 最核心的观点 对全球治理上 中国 因为对全球 主要的国际组织的 影响力和控制力 和它的亚洲地区的 影响力的存在 造成了 中国已经实现了 和美国共管全球的 每个事实局面 那么作为 共管全球 划风势力范围 最终 美国 是不允许中国 插手 欧洲事务 这是前提 同时 美国放弃了 美国在中亚地区的 军事据点 这的话 等于 默认了中国 在亚洲 独一无二的影响力 从而实现了 我这个 视频的标题 被病毒 重制后的 世界格局 中美共管 东西峰制 如果您对这个问题 有兴趣 有看法 可以在我的个人推特 和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可以 在世界相对 充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探讨 好 感谢您 关注 空中摊 这个小栏目 欢迎您订阅 打开小轮档 我在周末 这个周末 我会集中 再更新两到三期 好 下期节目再见